華為事件暫時落幕 英國脫歐也獲得喘息 川普近期炮火轉向內政 中美開始進入資金寬鬆時刻 全球股市的干擾將就此降溫嗎 富邦金控副總蔡明中 昨天竟然罕見為了稅賦怒槓財政部 正一怒是否將加速台商回流 集團作賬會不會提前啟動 全球啟動寬鬆王道 台股要搶紅包行旗 內資跟大股東已經開始默默布局了嗎 重要關鍵指標首度曝光 特斯拉立抗美股震盪股價默默將挑戰新高 揭秘創辦人馬斯克再度出招 如何顛覆市場贏得投資信心 更多精彩內容都在今天的五七金錢報 歡迎收看五七金錢報 帶你了解金錢背後的故事 我是曾煥文 首先歡迎五位來到現場的嘉賓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談的重點 叫做寬鬆 寬鬆這兩個字很久沒有聽到 到底有多寬有多鬆 因為大家記得昨天川普對FED主席 幫我提到 下個禮拜你敢升息的話 你就是愚蠢 所以代表美國現在要走向寬鬆 另外中國大陸最近要召開的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裡面也提到 可能也要寬鬆 所以未來寬鬆可能又重回 市場上變成一個主旋律 另外國際間的紛擾 現在也稍微有點降溫 包括華為公主已經可以回家睡覺了 另外美伊的不信任案 基本上也沒有通過 所以基本上它是安全過關的 更重要的是川普現在忙於內政 因為他跟共和黨因為預算案的關係 對不起 跟民主黨因為預算案的關係 現在是吵得不可開交 所以川普目前也沒有空打貿易戰 再加上現在全球股市 指數都已經進過一些 大幅度的修正之後 所以我們進一段廣告回來討論一下 如果在中美寬鬆之下 全球的指數有沒有機會 進入一個所謂的修養升息 而個股就有機會活蹦亂跳 好 美國股市昨天的上漲 激勵間亞洲股市接棒演出 其實亞洲股市跟美國股市 過去不太同步 最近又開始恢復同步的話 代表氣氛開始變好 那這氣氛好 到底可以維持多久 我們到底做討論 我們先看一下 台北股市今天的一個表現 今天是小漲了四十二點 不過量能有放大 這量能是有意義的 代表是不是有資金 持續做一個進駐 我們要做一個觀察 那外資是小買了三十一億 三大法人合計買超三十八億 重點是我們看一下台子期 台子期今天剛好也漲四十二點 可是 加權跟台子期有一個最大差別 我們先看一下加權的K線 加權的K線基本上 距離這個缺口還沒有補 不過我們看台子期的缺口 第一個缺口已經回補了 所以補完第一個缺口 有沒有機會去補第二個缺口 而且 這個期貨是現貨的領先指標 這期貨缺口補了 所以這個現貨部分 有機會做一個追上 另外我們看一下今天亞洲股市 其實表現都非常的不錯 特別是在大陸股市的部分 漲幅都有接近在1.5%左右 另外再看一下個股 今天只有漲是十二點 不過既然有高達十七檔的股票 來到漲停板 而且不管是高價位低價位 中價位都有 而且從族群來看的話 包括像是生技類股 像達爾夫等等 其實生技類股很多都有漲 跟非洲豬瘟有關係 另外5G的概念股 包括像信華 統心 股價也表現得不錯 另外像這種KY股票 代表台商的來台灣掛牌股票 最近也熱 所以台商回流 可能還是市場上 關注的一個重點 不過我們先來請教一下穆華哥 剛提到寬鬆 現在是中美 現在齊心搞寬鬆 因為經濟才是重點 昨天我們已經講了 川普說下個禮拜 如果FED你要升息的話 就是個愚蠢的事情 當然我們不知道他下禮拜 會升息還是不會升息 也許他會升息 但是可能談話會比較偏鴿派 甚至對於明年的預測 升息的次數會變少 所以很明顯的 川普現在要的就是寬鬆 不只是美國 中國大陸一樣 中國大陸在12月18號之前 大概要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現在已經傳出來了 有專家學者預估 他們會下調明年的經濟增長 所以其實有受到貿易戰的影響 其實花旗也是這樣認為 所以現在想說有沒有可能 在中央經濟會議裡面 要大規模的減稅 另外持續的降準 甚至要提高預算次數 所以都是在做寬鬆 除此之外我們再看一下 為什麼國際的氣氛變得比較好 因為川普現在很忙 忙什麼 忙於安內 之前是在攘外打貿易戰 現在安內 因為現在美國的預算案 如果沒有過關的話 到12月21號可能要關門 那川普基本上他現在跟 民主黨最大的差別 卡關的地方在於他希望把墨西哥圍牆的預算一起包裹 可是不管是眾議院的民主黨領袖 或者是參議院的民主黨領袖 他們都不贊成這件事情 另外我們也講到 這個華為公主已經回家 所以這件事情已經暫時告一段落 另外昨天的投票 英國的首相沒有 原本不信任的投票 他也過關了 所以都沒事 所以現在反而重點是在 川普這件事情 他到底昨天在跟民主黨到底在吵什麼 會不會影響到中美未來的寬鬆的態度 那當然現在目前國際關注的 所謂中美貿易戰這件事情 已經暫時比較和緩了 因為華為公主回家的情況發生之後 事實上大家認為大概會有一個月的空窗期 因為到他下一次出庭 要到2月的時候了 所以說到2月6號之前 應該這件事情不會再有什麼太大的波瀾 那現在關注變兩個焦點 一個就是下個禮拜聯準會升息這件事情 另外一個就是這個美貿邊界圍牆的事情 那我們首先來看 下個禮拜聯準會 這個12月19號開會到底會不會升息呢 現在目前根據CME的FedWatch 它的利率期貨 你可以看到現在目前下禮拜升息的機率 仍然高達78.4% 這樣算高啊 這個算高 但是它已經比先前降很多了 你知道嗎 之前一直都在80以上了 也就是說呢 最近已經開始漸漸有人壓住 下個禮拜不升息了 對 這個是一個非常微妙的情況 也就是說呢 原本市場認為下個禮拜升息 是鐵定剛定的啦 但現在已經開始有人轉向了 尤其在美國股市最近波動這麼大的情況下 對 美國股市最近下跌的時候就留下影線 漲的時候就留上影線 所以在這個地方基本上呢 很容易就我們講的 這個華爾街在給聯準會壓力 沒有錯啊 這個主要啊 為什麼會開始轉向 就大家給你講的這個原因啊 主要是其中之一 那美國的股市 從10月以來大幅的下跌 其實呢 某種情況也給市場 也給聯準會一些壓力 尤其是最近波動非常劇烈 所以說呢 當然這樣的情況 我想不是大家所熱見的 所以市場開始有點轉向 另外一個呢 就是聯準會最近 頻頻放出風聲 對明年的經濟成長 已經開始有一點疑慮了 所以這個事情呢也被市場認為是 聯準會貨幣政策可能轉向的原因了 所以最主要是這兩個原因 那當然川普已經講了 那如果下個禮拜 聯準會還是升息的話 那他就很愚蠢嘛 但是他說我能說什麼呢 因為我又不是老大 老大是聯準會主席對不對 所以川普現在很頭痛 這是一個他頭痛的事情 現在應該鮑爾比較頭痛吧 對啊 明明他能希望他不要升息 對 但鮑爾基本上雖然頭痛 但是他還是要做決策 那川普呢 是對鮑爾做的決策 他也不能干預 所以他恐怕更頭痛對不對 好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川普也很頭痛 就是這兩天吵得不可開交的事情 大家看到這個推特 這個推特講什麼呢 他說他要關閉政府 你想想看有一個總統說 我要關閉我自己的政府部門嗎 歷史上應該絕無僅有 沒錯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照片 就是川普邀請民主黨的國會領袖 到他白宮橢圓形辦公室 大家會商了 原本應該是一個和熱熔熔 都是檯面上極為重要的人物嘛 大家應該都是好好講 很像小孩子在吵架一樣 結果白宮的實境秀 放出來真的是讓大家嚇一跳 原來白宮在喬事情是這麼激烈 可以看到川普坐這邊 然後副總統坐這邊 然後這個是誰 這個是南希維洛西 他是民主黨的眾議院的領袖 另外一邊坐的就是民主黨的參議院的領袖 就是查克舒默 他們就在開始喬事情了 喬什麼事情呢 喬美國開支法案 好那川普就一開始就放話說什麼你知道嗎 就對這個南希說啊 他說啊 我要關閉政府 如果你們不給我圍牆 我就要關閉政府 哇這個講得非常火啊 結果你知道南希馬上衝他什麼你知道嗎 他說啊 你不希望被稱為川普停擺總統吧 他直接幫他下一個名字啊 對啊他就說 這個川普 shut down 他就英文是川普 shut down 他說你 結果川普還說 好像還沒有聽錯的感覺 你怎麼叫我這樣 他還頭這樣一轉 我們看這影片其實喔 這個你剛說是南希 南希在講話過那東西 川普不斷的一直插話 一直在插話 南希就諷刺他嘛 說你要被叫成川普停擺總統嗎 川普還以為他聽錯了你知道嗎 他後來才回過神來 原來他才發現是南希在求他你知道嗎 結果呢 兩個人講一講非常不爽 不爽後來怎麼辦呢 那川普就把炮火啊 就改到這個舒默這邊去了 他叫他查克嘛 查克舒默 他查克那個舒默跟他講說呢 我跟你講喔 你要確保政府不會停擺啦 我們就是要求你這麼做啦 他就查克 就下命令了 然後他用極為強烈的手勢喔 直接跟川普講 你看川普一個很不屑的臉 沒錯 我就是跟你講 你絕對不可以讓政府停擺 川普就一直插話你知道嗎 結果這真的很難想像 一個總統跟這一個國會的領導人 像小朋友一樣在那邊 鬥嘴 是你的錯 是你的錯 對 兩個人就是針鋒槍隊 然後呢 他在講說 他一直插話 然後那個 舒默就講說 Let me say something 讓我講 你在說 有點像台灣的政論節目 在吵架那種感覺 我覺得川普這個感覺 很像他之前在主持 那個誰是接班人 對 也是那種就是最後那個會議桌上 到底誰要被file掉 他跟那個要被file的人 那邊純槍折戰 就是這個樣子 那個白宮石禁秀 真的非常精彩 很明顯的川普現在就是忙於安內 這個安內的問題 更讓他頭大 所以我看到這個12月21號 美國政府關門可能是鐵定 你覺得有機會關門 那現在估計大概會有40萬 美國的政府員工 會暫時的休息 那40萬裡面其中 四分之一 十萬是什麼部門 你知道嗎 最大的這個要休息的是 美國的國稅局 國稅局 對 因為現在不是報稅季節 所以你們全部回家休假 哦 是 那其他各部門 都有或多或少的人要休假 那當然這個是美國的問題 另外一個歐洲的問題 就是美伊 美伊雖然過了 這個保守黨內亂 因為這次的不幸任案 是保守黨他們自己提出來的 那雖然過了這一關 但他下一關能過嗎 因為我們剛剛講 美國政府關門是12月21號 那下個禮拜 他就遇到一個大問題 就是歐盟峰會 12月13號跟14號 那歐盟峰會勢必要討論英國脫歐 那以及梅伊自己講說 國會再怎麼樣延遲投票 也絕對拖不過明年1月 所以說明年1月一定要有一個水落石出 同時明年3月29號就是英國脫歐的最後期限 所以說時間上已經非常緊迫了 我以為只有台灣的政治人物會被模仿 或川普會被模仿 我昨天看到他影片我也嚇一跳 這個美伊他也被模仿 他被演魔鏡裡面那個咕嚕 咕嚕去模仿 大家有機會可以看一下他影片 模仿的是唯妙唯俏 梅伊其實是現在頭很大 那中國大陸怎麼辦 中國大陸現在呢要忙著要過年啦 過年大家都要錢對不對 要過好年啦 我跟各位講現在頭最大的是什麼 年關將近啊 大陸的房企要籌錢 這個我們講大陸 像A股大概有100多家上市的房企 對不對 我們來看到前五大房企 碧桂園 萬科 恆大 保利跟農創 大哥你看那個負債多可怕 恆大的負債是6700億 人民幣 營收才3000億 那他的負債將近7000億 碧桂園將近3000億人民幣的負債 萬科將近1800億 他們的負債全部都大於他們的營收 而且是非常可怕的大於 他們的營收 所以最近中國大陸也要搞寬鬆 所以說呢就開始啊 讓這些房企啊 就用各種方式去籌資了 那據說11月啊 總共讓房企籌了超過500億人民幣的 這個資金進來 主要就是要讓他們過年 舒緩一下這個資金的壓力 所以穆阿哥前幾天在節目中有講嘛 中國大陸的房企 千萬不能垮 對啊 他們應該也聽到了 如果他又遇到 房價下跌 銷售減速的情況 那這些房企怎麼辦 他的現金流量 怎麼去支應呢 這個cash flow呢 所以就變得非常的困難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想現在中國大陸啊 為什麼對美國要擺低姿態 就在貿易戰上面呢 盡量不要跟美國爭鋒相對了 這個擺低姿態 即使公主被抓在餐桌上面 也隱忍不發 最主要就是他們的經濟跟金融的問題 那當然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只要國際啊 不要出大亂子 那你內部的問題 不出大亂子 然後又傾向寬鬆的話 那你內部的問題 你就自己關起門來解決的話 那國際股市上面就可以稍微 波動可以變小 所以我很贊成 你剛剛一開場講的那一段 我認為大概從現在開始 一直到明年的1月中的時候 大概會有一個月的 這個股市的所謂的波動下降的一個 修養升息的期間 比如說我們來看到這個VIX 這個是加權股價 這個是選擇權引波的情況 你可以看到到昨天 這個VIX已經降到19.72了 這個藍色線有明顯的往下降的情況 通常這條線往下降 就代表大盤相對它會趨於安定 那今天又往下降 那另外CBOE的VIX你也可以看到 國際上的VIX 美國的這個CBOE的VIX 你也可以看到它也往下掉 連續三天往下掉 雖然說還高掛在20之上 但是呢它也很明顯的開始 有可能往下掉 你可以看到它的KD已經轉折 要交叉向下 所以說從這個引波的情況來看 我覺得大概有半個月到一個月 大概股市的波動應該會往下降 那這樣子的一個情況之下呢 也許指數沒有太大的空間 但是個股一定會有它不同的表現 沒錯 這個中美既然要寬鬆的話 代表這個指數 可能波動不會這麼大 大家可以休養升息 不過呢 個股部分呢 或說這個基本面好的 股票就有機會 不過我們先看一下 回到國內 因為既然國際的紛爭是變小的話 我們把重點回到國內 國內的話呢 這件事情一定要拿出來講一下 大家都在看這吳寶純 吳寶純那事情大家聽到有點膩了 重點是這個蔡明忠 富邦集團董事長她說什麼 大家不要忘了 他是一個你看就是一個斯文人 而且他講話的這個拿捏精準度非常好 大家可能忘了之前那個陳水扁時代 吳淑貞還曾經推薦說 蔡明忠可以當財政部長 所以表示 他是一個這一個 這個我剛提到 他是一個運作非常 這個細膩的人 但重點是他最近講什麼 因為台灣最近的這個稅收 大家看一下 今年預估稅收會超增600億 在這樣的前提之下他說 現在呢 我們台灣還在追稅 他說現在最大問題出現在財政部 財政部呢是用追稅的心態 再看產業創新跟這個產業的回流 其實蔡明忠講那個重點 他說現在台灣最需要的就是 產業創新跟台商的回流 你稅這麼高 基本上呢 對於台商回流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他甚至說 不要再找這種稅務出身的人 當財政部長 那以前的這種 獎勵投資都已經沒了 兩歲合一也沒了 所以你現在還在追稅 他講到這個重點 基本上請教一下這個秀麗姐 大家都在想說 這個兩岸問題 說吳寶春也好 但是呢 蔡明忠提到一個重點 這個問題 台商回流問題不解決的話 其實台灣基本面 可能未來會堪綠 你怎麼看 的確 第一個我們要看這一位 他其實並不是為了 他的富邦來講話 所有的內容 其實都是針對 工商協進會副理事長 這樣的一個高度在談話 那我們相信 台灣最需要的就是麵包 就是經濟 所以有一個比麵包 更大的麵包 全台灣最大的麵包 其實就是台商回流 所以如何來創造 這個台商回流 那我們來看一看 是我們的政府 為什麼不能夠 提出一個共識 就是說我們也同意 資金要回來 那也希望台商能夠回流 那你的立場堅定好嗎 你讓他們有那個意願回流 然後也有凝聚一個 民間跟官方的一個共識 我想這是比較重要的 好這個蔡董事長 剛剛點出稅的這個問題 不過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行情的部分 其實其實有開始變熱 為什麼呢 我們說這個大軍位置 糧草先行 我們看一下 這個第一個糧草 大家看一下 加權跟貴買的量能 都是創下連續兩天的溫和放大 所以有資金確實在回來 雖然蔡民中 董事長對稅不太滿意 但是確實 還是有糧草先行 另外 最近大家說外資在賣超 在賣超 可是外資 7個假日賣超了551 基本上錢並沒有匯出去 他只是 parking在這個債市的部分 所以錢也還在 另外呢 第三個糧草在於集團股 因為最近集團股 其實表現很不錯 特別是 這個郭董去買了鴻海之後 其實最近鴻海的集團股票 也開始輪流 有一些做這個上漲 像聯電集團的新興 這一波漲了這個7成左右 金人寶底下的資益也漲了7成 另外呢 像潤泰集團的潤紅 漲了4成 這之前其實 文聖哥都幫我們追蹤 其實 這個集團股也都在動了 你怎麼看 的確我們其實一直就在想 貿易戰已經開始緩和了 而且我們也特別提醒就是說 是不是包括影之招商 都有機會先跟這些集團股招招手 包括這一些在大陸有 這個可能因為貿易戰的關係 是不是也要找尋一個 另外一個生產基地 那除了去東協 除了去南向 是不是也可以回來 那再回來的這個窗口在收件 單一窗口在收件 我們也特別提醒 是不是可以幫我們多做一些整體的規劃 盡量是招回來一些 技術層次含量高一點的 那不是像過去一樣是勞力密集的 或者是要很耗電的 因為台灣其實也要注意一下 我們電力好像也不太 也蠻吃緊的 對 所以能不能夠吸引高技術門檻的 獲利至少是成長的 我想這種新創產業 是我們最希望能夠進來的 而且可以帶動很大的就業水準的 所以這些集團股又是旗下有錢的 然後又有類似像這樣的一個條件的 當然是我們的首選 那我們也看到年中集團股在做這樣的範例 還有包括 法人買超的量價奇揚的一些個股 甚至過去在華為事件的短線干擾當中 您剛剛提到像致意 它幾乎也都是相對的強勢 也有很多多頭排列在季線之上的這些個股 那季線就提供了它一個支撐 還有一些11月營收的業績股 那如果能夠符合這一些要件的話 我相信是大家可以聚焦的 那我們舉一檔永豐渝的元泰為例子 他當然在這個行業別上面我們來看 他做電子紙 他做的這個雙螢幕手機這個題材 應該都是符合這樣的一個要件 那這種這種下降的壓力線去突破了 然後這原先的支撐變成壓力也突破了 好 那來到了這個相對高點區 不過我們今天也特別提醒大家 這是今天的走勢圖 留了一個長長的上影線 大概剛剛提個股的這個部分 指數的這個部分也都有提到 下影線跟上影線其實都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比較特別應該是說 它的上影線帶了7萬張的一個大量 那這個大量的這個狀態要特別提醒大家 如果一旦這個壓力 轉支撐線這邊跌破的話 這是第一道可能有一些停力的狀態 要特別提醒大家 那這個是集團股的部分 那另外呢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這個階段如果大家一直在想 就是說除了集團股之外 還有沒有哪一個區塊相對比較整齊的 我們舉一個例子 我們來思考一下 10月股在台灣的低點是9400 可是事實上11月有選舉 指數都沒有跌破9400 對 低點越來越高 對 其實底部是在慢慢的墊高 而且大家特別注意一下 這個90天的停火協議來的時候 我們衝到了10148點 結果遭遇了華為事件又殺回來 殺回原點了 所以我們說現在要還一個華為事件之後 貿易戰和緩的一個公道 所以這個叫做退回起跑線 那你說要重新開跑了 至少讓它回到接近起跑線的位置 要把缺口補一下吧 對 或者是說接近季線附近 也都不錯 其實有很多的範例 比如說像神盾大家都知道 這個是在11跟12月最強的股票 從84塊漲到211 每一次大家提到了半導體的強勢股 一定都會拿它出來做解讀 那3034的聯勇 我們也看到TDDI放量 這一些這三檔在11月的營收 大概成長的年增率都都有將近 有的超過兩成 有的接近兩成 那聯勇也是超過兩成的一個範例 那我們看到 這個是這一條是月線 月線之上的一個股票 也特別值得大家來去聚焦 最近都是一個量縮整理的一個狀況 TDDI的放量 業績營收都有報加音 那8016的細創 同樣也是驅動IC的一個拉貨潮 那我們也看到它的現行的形態 雖然沒有像神盾這麼強 但是至少也都是一個領先上揚的 能夠突破到百元俱樂部之上 那其他當然還有龍頭的台積電 那當然可能因為指數的關係 大家對它可能比較敏感一點 因為外資在這邊對指數的調控 還是透過台積電 但是在台積電的旗下 也算是集團股了 那我們可以看看創意 創意如果我們用剛剛的一個邏輯來看 如果這個向上去做一些突破的話 是不是有機會去達到上一次的這個 支撐轉壓力線 那這個時間點上底部也是一個 慢慢的一個墊高的格局 當然我們看創意的基本面 它還有AI網通5G的題材 大家都知道MRE就是這種委託設計 今年的MRE的GRM 大家預估明年會比今年還要好 大概兩到三成左右 所以相關的一些個股 如果大家願意不只是看今年的一個狀況 也去思考一下明年 當然MF對於明年的經濟成長 是比較保守一點 但是如果我們可以找到一些 台灣的這些技術含量比較高的 能夠有機會又是這一波台商 招商回流的這個亮點的族群 不妨可以大家多注意一下 好 非常謝謝秀麗姐 從這個集團股 還有一些這個基本面題材 表現不錯的個股 幫大家做挑選 不過我們看一下今天台北股市 我們先看一下今天上漲的股票 其實很多 那一樣高中價的股票都有 特別是這些股票 永年副總他不是只漲一天 不是今天才漲 很多這種漲停板的股票 我們看神盾 統興 泰塑 大業金帽 銅開 這些股票 其實過去一個月漲幅也都不小 而且除此之外 其實最近新掛牌的股票 表現都不錯 你說羅利芬今天盤中又大漲 其實他這一段呢 從掛牌之後漲了快一倍 那另外這個鴻海集團的中陽光 光學模具的 股價已經漲了63% 另外南寶數值一樣 今天還來到漲停板 創了這個掛牌新高也漲了六成 還有這個紅寶科技 一樣這個集團股底下的 今天也大漲 所以代表剛剛秀玉姐講 除了有集團股之外 其實好像這個很熱絡的情況下 法人作帳行情也是有 對 沒有錯 除了這個集團股之外 其實集團股它為什麼漲 其實也是在作帳 年底作帳 然後除了這些新掛牌之外 其實還有一些 其實最主要 我們現在要看一些 它有個共同的特徵 第一個法人作帳 尤其是內資法人作帳 年底作帳 第二個它技術面好 技術面是處於強勢的格局 然後技術面也是強勢 然後它又是基本面好的 如果說這三個條件都符合的話 通常表現都不會太差 當然剛才大K講的 這一些的股票都已經漲了 差不多三成以上了 對 甚至漲了一倍了 那要大家去追嗎 好像追不下去 所以我們今天跟大家講一些 它其實還沒有真正的起漲的股票 這樣大家聽了可能會比較有一點興趣 好我們先看一下 那我今天講的都是PCB族群的 其實大家可以看一下 最近外資 不管是外資的研究報告 或者是它股價表現來看的話 大家都覺得PCB有可能會成為明年的主流 有可能 好那我們看一下 像真頂這張股票 那真頂這張股票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它過去走勢非常的溫吞 對不對 它又是標準的平蓋股 所以大家都覺得說好像不怎麼樣 可是大家注意看一下 它今年前三季的EPS是6.07元 它年增率116% 它表現很好 它的股價這是月線圖 這是月線圖 那月線圖的話大家看一下 它在這裡做了一個 用三年的時間做出來一個大的W底 那這個W底它已經成立了 因為它已經突破頸線了 OK 好 然後更重要的是量價關係 大家看一下 它兩根大量在這邊變成兩隻腳 對 變成兩隻腳 它已經兩隻腳已經站穩了 那這兩個表示怎麼樣 表示它已經是經過大量的 充分換手 那另外我們再看一下 我們所謂外資 看一下法人 法人到底怎麼做 從六月份開始 外資一共買超 它連買七個月 連買七個月 已經買超過十萬張了 那投資信也不遜多讓 投資信的買超當然不多 可是也有8800張 那表示怎麼樣 內外資大家通力合作 都看好它 所以這一個這麼大 用三年的時間做出來 這麼大一個W底 上檔又沒有什麼套牢壓力在 所以這檔股票 我覺得投資朋友 是可以值得觀察注意的 持續觀察注意 另外一檔 其實也不遜多讓 泰鼎 泰鼎KY 泰鼎KY 它是做什麼樣的PCB呢 它是做車用的 車用的 那大家注意一下 現在大家比較 這個專注在什麼 像是這個星星 像是南電 對 因為這件比較強 對 比較強 那麼大家比較不會注意到 車用的這個PCB版 其實我告訴大家 我認為 我個人認為 它不代表本台意見 那我認為 其實真正的這個藍海 這電子業的藍海 車用的電子 絕對是其中之一 你說未來車用電子 絕對是其中之一 那它是專攻車用面板 好 那車用的PCB版 那我們看一下 它的這個EPS 它的這個基本面 有沒有大幅度的成長 大家看一下 它前三季的EPS 3.9元 年增率是多少 5.8倍 將近6倍 不是5.8% 是5.8倍 它比這個星星 比這個南電的表現好多了 南電才是準備油虧轉營而已 對 才剛剛油虧轉營而已 那當然 其實法人選股很喜歡選這種 最喜歡選的 就是油虧轉營的股票 可是它的轉營的幅度太小了 我必須要這麼講 那以這個泰鼎來講 它的年增率本是5.8% 好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它的技術面 我也用這個月線來看 月線這邊做出一個圓湖底 這邊做圓湖底 然後大家看到沒有 它的歷史的大量 全部在現在的低檔區 它在這裡連續拉出 兩個月的長紅之後 整理了四個月 這邊做了一個 三角收斂 收斂三角形 而且呢 它這個已經到了一個頂 這個尖端了 那尖端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盤整的過程之中 它是量價配合 價漲量增 價跌量縮 這個是處於一個多頭格局的整理 其實大家每次呢 大家最怕什麼 最怕就是碰到盤整格局 那個盤整格局 你不知道它到底是盤整 上還是下 對不對 其實我教大家一個 非常簡單的辦法 就是你去看它量價配不配合 漲的時候要有量 漲的時候有量 跌的時候量縮 就變成量價配合對不對 價漲量增 價跌量縮 量價配合 就表示怎麼樣 它是處於一個多頭的整理格局 接下來只要再一出量 它就有機會突破這個盤整區 它有沒有機會突破呢 我們看一下 11月份外資買超7955張 投信買超1300張 加起來一共買超9000張 那雖然12月看起來 有一點點的賣超 可是賣超的張數 才幾百張而已 跟11月完全沒有辦法比 而且它的卷值比 現在是28.7% 30%以上就有軋空的機會了 所以它的籌碼面 它現在只要稍微一拉 一定有人去空它 所以以它的籌碼面 技術面還有它的基本面來講 我覺得這一檔股票 更是可以值得觀察注意的 好 謝謝永年副總 不過我們來看一下另外一個重點 其實台商回流的專題 我們一直幫大家做追蹤 我們今天幫大家再整理一下 台商回流主要分為三部局 從最上面的資金 再到土地 再到人才 像資金的部分 這個上市大陸投資收益 光上半年已經匯回了4226億 比去年全年一整年都多了300多億 所以資金確實有回來 另外在土地的部分 我們之前也做過 也是跟文聖哥一直在做追蹤 工業地價有些已經狂飆了5成 新北市一坪 聽說工業用地漲到100萬 現在高雄最夯 另外一個亮點在高雄 高雄工業層的透天錯 也漲了6成 另外再下來到人才 人才的部分 大家看很明顯像竹科 也提早引爆缺工潮 自行車 之前我們也出過專題 自行車缺工至少300人 那另外政府因應台商的回流 所以外勞要你要鬆綁 所以很明顯 這個台商回流三部曲 目前一一在發生 不過現在亮點好像高雄越來越熱 你怎麼看 對 那個我們知道任何商品的上漲 人跟資金 他一定扮演的相當重要的一個關鍵 明年的強勢股 絕對跟今年一定會有一點不一樣 超多的股票要懂得順勢跟掌握節奏 順勢跟掌握節奏 我們來看下一頁 什麼叫順勢呢 我們看到 對 很明顯人進來或出去 這就是順勢了 文聖哥之章 一直幫我們不斷不斷的累積 我們看一下上禮拜你講花仙子 花仙子的股價 我們看一下 上禮拜講的 大家自己去看 上禮拜 對不起 上禮拜是精彩科 精彩科 我們看3535的精彩科 也一樣 怎麼股價都這麼厲害 另外之前像2597的潤紅 潤紅股價 怎麼到今天都還在創高 我想過去的 文聖哥選股真的 蠻特別的 過去的績效不把 不太會來 其實我們其實這就是順勢 就是節奏 人進來或出去 錢才會進來 另外當然就是代表的年輕世代 其實從寒流的這一股氣勢 其實我們也感受到了 其實再把它拉回到高雄這邊來看 從各個的一個大集團都要往那邊來做一個設廠的動作 那你想想看這些設廠是不是工人人就進來 人進來之後外面的建商就會開始蓋這些住宅等等 沒錯 像其實我們公司自己有辦一些參訪團之類的 明年我們規劃 要參訪哪裡 高雄 現在在規劃當中 現在要去辦高雄參訪團 對但是現在還沒有就是一個完整的 可是詢問度就非常的高了 因為我們參加的基本上都是投資人 過去我們大家知道台灣投資板塊裡面 就知道北部地區大家都很清楚 然後接下來竹科大家或者是說桃竹苗這一塊 大家也都很清楚一個竹科 甚至到中部 中部他本身有個機械的部落 可是中部以下 大家好像整個都忽略了 可是這次不一樣了 從人進來或出去 大家整個焦點似乎都聚焦在 南部尤其是高雄 我們再來看到下一頁 你看到高雄全部去設廠之後 人回來之後 你看高屏地區白的標售案 這些以前都是在台北才看得到的 才看得到的一些新聞 六都的之後選後漲價的一個建數 其實都是三位數的一個調漲 再來看到我們在比較台北跟高雄的房價 這邊最高台北是300萬 高雄這邊比較貴的愛河旁邊的 京城的 京城凱悅 40到60 其實這邊大概是景美 大概20年電梯大廈的行情而已 差這麼多 差非常的多 高雄的房價還是算是處女地 算是處女地 因為台北已經漲了二三十年了 高雄屏東 這些是跌了二三十年 剛好一個是在天花板 一個是在地板 所以我們從這個角度來選股 再來看下一頁來看的話 這是蓋在愛河旁邊的京城凱悅 一坪開價40到60萬 最近股價漲了 這樣是真的很漂亮 對 真的很漂亮 那這台台北絕對不只這樣的行情 最近股價漲了七成 其實我們還是有很多 這種 還是有高雄在地的建商 因為過去大家都只看到台北的建商賺大錢 對對對現在你稍微要把可以把大家 可以把眼光往南部移了 高雄在地的建商像連上 連上其實他的我們通常用存貨 存貨就是他的土地 在他成股本的大概有三倍 表示他台北的高雄的土地 我們大概打電話問了一下 大概有9000坪以上 而且都是在金華地段 那看一下他的一個過去 因為他是私募進來的 當時的私募的一個價格是16.7 而且又辦了一次現正是在17塊 現在的股價是在12塊 而且他是每年都賺錢 不是有虧損 之前的私募價格 基本上都還是高於現在的價格 你現在去買都比大股都還便宜 那今年預估賺0.8元 那公司這邊的意思是表示 明年基本上都是會全配 如果配現金的話 他的殖利率高達6.7% 這就符合內資回來 剛剛賀底市長所講的 這些可能是明年的一個做 而且他的一個股價的一個基礎組型態 在第一檔這邊已經整理了三年了 過去這一年2015年他賺了1.3元 他股價是在22塊 那今年賺0.8 明年還要再推案一直往上的話 那股價未來的上漲幅度是相當的大 其實我們再來看下一頁 他的一個推案其實相當的多 那比如說像這個 他就是在高雄的火車站附近 這個就是在林亞區的新灣區等等 其實也都是相當熱門的一個階段 那我們再看他的一個業績表現來看的話 這是他的過去的獲利是在高峰 然後開始因為這幾年景氣不好下來之後 可是他過去三年一年比一年的多 景氣不好還是可以賺錢 禁止都還是17塊 而且最主要他每年都給你配息 那剛剛提到的現金認購價跟這個私募價 都是在這裡 那你如果說賺8毛配8毛 值利率6.4% 那你相對你現在的股價整理這麼久了 其實你看他的均線 全部集結在10塊到11塊之間 全部黏在這裡 那你再看看 其實你再把那個放稍微大一點來看的話 你看最近開始出量了 開始出量了 均線開始往上了 這還剛從底部要拉出來而已 那我想現在既然大家都把資金往那邊去做投入的話 你只要有業績有高殖利率個股的一個低價股 尤其這些沒有被大家發現的 法人也都還沒有 那我想這是你提前卡位的一個很好的一個標的 好非常謝謝文聖哥 文聖哥每次都帶來這個 大家沒有注意到這種未發掘的這一個股票 這個雖然沒有漲停 但是呢慢慢漲 有時候漲不停比漲停更美麗 不過下一個階段我們回來討論一下 這個全世界的股市呢 可能有機會進入一個休養升息的階段 不過有一檔股票呢 從來不休息 就是Tesla Tesla的股價一路的創下波段新高之後 到底怎麼做觀察呢 新一段廣告馬上回來 剛提到全球的股市的指數呢 可能都在這個震盪當中 不過呢 有一檔股票跟其他科技股不一樣 他一路一路的往上衝 就是Tesla Tesla的股價基本上準備 他再漲一小段呢 就會創下歷史新高 到底有沒有那一天我們持續做觀察 不過重點是 請教一下老王 最近馬斯克 其實他接受這個CBS60分鐘的採訪 這是一個非常有名的節目 他在裡面呢 講了一些話我覺得還蠻有趣 他說 因為現在董事長職位被拔掉了 三年之後可能才可以再回來 他說 現在的董事長呢 控制不了我 我仍然是Tesla最大的股東 而且呢 我更喜歡沒有任何的頭銜 而且呢 他說他也不尊重美國的這個SEC 他只尊重是國家的司法制度 我們要討論是 為什麼馬斯克要講這些話 因為馬斯克呢 他其實代表代表什麼 代表是Tesla 所以呢 他講這些話 他不受到任何的束縛 我們覺得 其實呢 馬斯克的形象呢 給投資朋友來講的話呢 還是屬於他是一個有創意 有創新 甚至會創造的人 所以呢 你覺得啊 這個Tesla呢 跟馬斯克到底誰比較重要 比如個最簡單的例子 那個Apple 那個賈伯斯離開之後對不對 他的股價是怎樣 獲利跟營收其實都還是創新高的 是先漲啊 對對對 到這個今年其實還有創新高 對不對 所以我說 這個Tesla不會因為馬斯克走了 我認同他是他的靈魂 但是你說他走了 你舉賈伯斯的例子 你是說馬斯克也會生病 是不是 不是 所以我說他的歷史地位 就類似那種 賈伯斯治於蘋果 那馬斯克就治於Tesla 我覺得這是他的歷史定位 但是治於Tesla 你怎麼看 這家公司 對我今天要看 我其實不要 我其實不看這個CBS 他今天專訪 因為我覺得今天 有更重要的事情要探討一下 就是這個你看 最新的 大概這兩天的新聞 大家吵 就是台灣 我們終於跟上美國了 我們不只股市跟上去了 連道路也跟了 我們這個是第一起 台灣第一起 Tesla的輔助駕駛 因為我們台灣還沒通過 這個全自動駕駛的 對 這輔助駕駛 去撞車了 對 那這個駕駛很厲害 他曾經 還被拍過 就在這個事件之前 被拍過 在高速公路上面 那到底是同一個人 同一個人 同一個人 在新聞警長 同一個人 就是他在網路上睡覺 他在車上睡覺開過 對 前面幾次可能都沒事 這次就不小心撞到 因為可能晚上 他也有差 所以你看 所以這個就是說 他還是有一些 沒有非常完備的 就是說你說真的自動駕駛 其實你還是手 還是要注意一下 放在上面 對 因為其實自動駕駛 我們之前講過 他分五個level 這五個level 對對對 還沒有到完全可以睡覺 尤其在我們台灣 因為現在只有美國 可以完全自動駕駛這樣試駕 所以大家還是要知道 你在車上睡覺 其實是拿路上的人的命在開玩 對 有點帶走 我覺得 對 好那我們看 那這是特斯拉小插曲 小插曲不影響 他股價還是非常強勢 為什麼他股價會強勢 你知道嗎 這主要跟12月3號 這個中美 這個在G20結束之後 川普就發了這篇文章說 中國可能會把汽車關稅降下來 就回到15% 對 現在最近已經回到15%了 好 那這個當然對特斯拉 是一大的利多 那再看一下第二件事情利多 這個就是他 其實特斯拉在今年 一整年下來 曾經在中國的車價 漲漲跌跌 曾經他說要課稅的時候 你看他一下子瞬間 我全部調漲20% 可是在這個 12月3號之前 他曾經又主動降價 11月的時候 降價說我要降價11% 他那時候就要把關稅吸收 沒錯 然後 可是現在關稅也掉下來了 所以他等於不用吸收了 那再發生 大家跟我們節目講 你講過一句話 這個降價就是商人 最偉大的發明 沒錯 那降價可以刺激他的銷量 現在又不用吃這個關稅 那對他來說 我們都有認真看節目 當然是 你講的話 雖然你沒有每天來 但是你都有認真看節目 我說偷看 對不對 偷看你們有沒有偷講我 所以兩大利多 當然就對特斯拉是好處 那另外看這個利多 這個第三季最新的 美國當地的豪華車品牌的銷量 銷售量 對 特斯拉在哪 已經擠到這個第四了 甚至把奧迪擠下去了 不是電動車排名 不是 是整體豪華車品牌 出貨量 燃油車也算 電動車都算 都算 全部都算進去 你看 他已經緊逼這個賓4 BMW了 所以你看他其實是 不要說他有什麼其他 題材性的利多 他連實體銷量也都慢慢跟上來了 所以這是他 為什麼能夠一直大漲的 然後我們要不要買一台Tesla 我是很想買 可是都要排隊你知道嗎 對 因為特斯拉其實不會太貴 說實在 你覺得不會太貴 你被網友罵死 我覺得還可以 跟豪華品牌 比如說 那我就覺得說 其實特斯拉在好不好 我們不要講太多 因為我們不是專業的車手 對不對 車手 我可以提供一些 我個人的看法 就產業 我是認為說 特斯拉短期他非常強勢 這不用治癒 因為我們技術派 就看技術線型 待會你解一下 Tesla線型 但我現在講產業 就是整個大未來 我認為 特斯拉未來會面臨到 三四年後面臨到最大問題 就是什麼 就品牌 就是說 這些賓士 跟這個奧迪 跟這個B&W 你看他們自己都開始 陸續推出他們的全電動車 而且B&W自己的電動裝 對 這些都是未來他面對挑戰 大概我問你一個問題好了 假設三年後 賓士跟B&W 他們的技術都非常純熟 開始量產了 同樣價錢之下 你會選擇特斯拉 還是選擇賓士跟B&W 你是有接業配嗎 我只能選擇 那我可以選 奧迪也可以 我可以選保時介 類似其他的豪華車品牌 你會選誰 我應該會選保時介好了 對 這時候就開始會有一點猶豫了 對不對 那因為是現在還沒量產 所以你沒有選擇性很小 就是說 因為之前電動車只有Tesla 這次要走在前端嘛 對不對 可是未來開始大家都在做的時候 這時候一些豪華車品牌 他的品牌駕駛性 會被凸顯出來 這就是未來大家值得探討的 你問老婆坐在賓士的電動車 感覺比較快樂 還是坐在Tesla的電動車比較快樂 因為我老婆不是那種很車迷 所以他不太懂 怎麼是特斯拉你知道嗎 所以他還是會習慣看到四個圈圈 一個圈圈這樣 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品牌的問題 那我們說這個 特斯拉技術線圖就這樣 他其實 我們講過 上次我們在這邊講過 他其實天花板 大家觀眾也自己也會畫 就畫一條線就最高的天花板 就390嘛 他其實一直沒有突破 所以說什麼時候 特斯拉會來一個大的漲勢 就是把這個390突破 突破之後就變成底部 對 不然每一次就是我們常常交的 每一次來測試前高 沒過就是假突破 所以這一次也越來越靠近 大家可以注意 那如果短線支撐的話 就在351.6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的話 你看他重複測試 這個幾個月的低點 這個低點在244這邊 好標準 而且你不覺得這個測試低點 就跟美股非常像 美股到窮 就是一直在反覆測試 就是11月的低點 所以如果有機會低點 手速其實美股也是有機會反彈上來 所以大家可以觀察一樣 你看美股11月的低點 畫一條線 其實就很像 很像 那就注意這樣 特斯拉大概就這樣解 所以短線還是非常強勢 那概念股 概念股的話 我是要先問大家一個問題 概念股有分 你知道什麼是 直接跟間接的意思嗎 沒有 我看著白板我就不喜歡 為什麼要白板 為什麼 因為這友台的白板 你把友台版拿過來 沒有 我們主要是問 什麼是直接跟間接 其實就是這樣 就如果你在電視上 直接看到老王講股票 直接拿到這個名牌 這個叫直接 那如果你透過 第三手的媒體轉述 或你的朋友 用Nine拍老王的照片 然後再傳給你說 這一支名牌 那個就叫間接 那概念股的話 也有直接跟間接 那個效果就差很多了 我們可以看 老王你是間接的受害者嗎 我算是間接受害者 對對對 因為你的東西 不是大家網路上會傳來傳去 傳來傳去 我是很間接 我很困擾 對不對 那希望大家來看政黨 就每天把武器金錢包打開 可以看到最直接的 好 那麼我現在看 直接的有兩檔 就是說直接有出貨給特斯拉的 這特斯拉真的上面有裝他的產品的 直接的 直接出貨 直接有訂單的 這個就是第一個帽連 這大家應該知道 那你會發現 其實最近特斯拉概念股 沒有特別的強 那帽連為什麼可以這麼特別的強 為什麼 有一句話 古來沖陣 扶為主 扶為主 只有長山 造子龍 這什麼意思 就是說 這個為主 就是說這個特斯拉在概念股 岌岌可危的時候 這檔果然為什麼能夠一直往上衝 因為有個長山造子龍 對就是這樣 造子龍真的很拼命 你看 誰是造子龍 就是台灣 摩根史丹利 他買超 你看近期 買超快2000張 然後你可以發現 其實量是怎樣 大家可以 股價一直漲 量是在說 沒有什麼在買 你知道嗎 就只剩誰在買 只剩長山造子龍在買 所以各位你要注意 以後這個長山造子龍 他就繼續買 他繼續創高 沒問題 如果他哪天不買了 你這個成交量 那可能就要來個回檔 你要特別注意 那都繼續買就沒問題 那什麼時候會轉強 什麼時候市場的量會進來 突破前高 這個216 市場追加量會進來 目前還沒突破了 可以做個觀察 那大量資證在187 給大家做個參考 另外一檔就是我們的核大 核大一次直接讓我訂單了 我剛才講了 其他特斯拉沒有特別強 你看這概念股 這有強嗎 不強 還在橫盤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怎樣 他沒有長山造子龍 你看他外資是持續在賣超的 買買賣賣 沒有特別的明顯買賣 那短線 短線就長線 大區間140到144的區間震盪 你可以繼續觀察 那短線就是136到120 這邊做區間 其實他很難操作 為什麼 你看這個量價累積圖 全部大量疊在一起 他反彈一下就下 反彈一下 所以沒辦法 所以這檔你可以暫時觀察就好了 那看下一 我再介紹兩檔 間接的 間接就是出貨給第三個品牌廠 然後這個品牌廠 有打入特斯拉供應鏈的 並不是直接讓我訂單的 比如像昌星 昌星就做揚聲器的元件 打入特斯拉 他最近你可以看這個量大支撐區 已經整理了很久 然後突破開始急漲 急漲之後做一個震盪 你看大量支撐在這邊 大量支撐在這邊 23.45在這邊 目前已經站上了 什麼時候出量 在這25.25 這邊如果突破 就把大量支撐壓力吃掉 上面沒有什麼壓力 對 所以這很關鍵 大量等於說進貨量 短線都卡在這裡 所以明天 明後天會是一個關鍵 有突破的話 如果沒有的話回測 這個大量低點不能破 在22.4這邊 如果跌破可能要再回來重新整理 最後一檔跟大家講就是順德 順德就是做導線架的 也是間接 他IC導線架也是間接切到Tesla 他比較特別 你有沒有發現他欠償大貨持股比是這樣 股價其實也沒什麼漲 但欠償大貨比偷偷偷在吃貨 這種穩穩漲還在進貨階段 我們今天等於把牌掀出來 所以你也不要太急著說一定要去追 你可能等一下震盪 因為主力有時候在看電視 那我們就看大量的支撐 你可以發現 從主力看電視會搞你一下 會搞我一下 對 因為最近很困擾 所以我們最近要常常請吃飯 我們看這兩個量價累積圖 大量就壓在這邊 波段的低一點支撐 其實大家可以回檔 如果守住這個62.3 就是一個不錯中期的切入點 因為它的最大量價累積圖 在這裡 那短線什麼時候會噴出 只要可以守住72.1 目前都在守住 那就算一個非常強勢的格局 這邊是給一個積極操作人去操作 所以如果積極的看72.1 下面的…